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就来到了停车场 意外的是富二代的车门却打不开了 于是富二代找来了保安小包帮忙 可是小包弄了半天也打不开 富二代很是生气 骂了小包一顿 小包只能忍气吞声 找来了男主帮忙 男主来了之后 没几下就将车门给弄好了 但是女主不但不领情 反而态度十分不好地骂保安恶心 晚上小包又在无聊地看停车场的监控 这时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鬼影一闪而过 可把小包给吓了一跳 小包将这件事告诉了男主 随后两人就来到了停车场查看 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两人本来打算回去了 没想到男主使坏吓唬小包 小包生气的要打男主 随即两人在打闹的过程中 小包被一个站位的牌子给绊倒 气不打一出来的小包直接将站位的牌子扔进了垃圾桶中 第二天 保安队长就注意到站位的牌子不见了 于是询问小包 小包通过队长才知道 原来这个站位的牌子很是邪门 曾经有几个青年因为没有车位就将牌子给扔了 然后将车停在这里 结果没过多久 几个青年就死掉了 还有一家人也是将车停在了这个位置 结果一家三口被钢板给砸死 小包听后并不相信队长说的 然而当天的晚上 小包在巡逻停车场时 竟然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女鬼和一个身穿红衣的小女孩 再联想到队长说的 小包当场就被吓死了 小包死后 上面又派来了正义男顶替小包 这天女主和富二代男友回到了住所 好巧不巧就停在了那个邪门的车位 然后两人也就都看见了白衣女鬼和红衣小女鬼 富二代被吓得落荒而逃 根本不管女主的死活 而女主在逃跑的过程中 正巧碰到了巡逻的男主 男主见到鬼不但不怕 反而说了一堆我爸是抓鬼之类的 而且两个女鬼听完男主的话后 居然就真的离开了 男主本以为女主这下会十分感激自己 没想到女主见鬼离开后 直接就走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 女主也不敢待在这里 女主之后打算开车离开 这时停车场突然停电 而女主的车也突然熄火 怎么也打不着 没办法 女主只能下车来找男主帮忙 男主把女主带到了保安室 又倒了杯水 然后自己到车库查看女主的车 而另一边在保安室的女主意外的发现了女鬼穿的衣服 正打电话报警 男主就回来了 车修好后 女主打算离开 然而男主却一直跟着女主 女主走了没几步就晕走了 当女主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男主绑在了一个房间中 原来女主刚刚海归回来的时候 男主就是女主小区的保安 因为暗恋女主 男主常常是帮女主干各种脏活和累活 之后有一天 女主因为失恋喝醉的酒抢满了男主 男主出于君子并没有对女主做什么 反而是贴心的照顾女主帮他醒酒 没想到女主醒来没有感谢男主 反而臭骂了男主一顿 在那之后 女主找了富二代就搬走了 于是男主也换了小区 没想到两人又在同一个小区 男主在看监控的时候就认出了女主 只是女主一直没把男主当回事 对男主都是招之机来挥之急去的态度 因此再见到男主根本就不认识 男主十分的生气 自己的真心就被这么糟蹋 于是就设计了这一切 之前的女鬼就是男主找人假扮的 所以男主见到后根本不害怕 女主这个时候被男主抓住 猪脑子也开始运作 不但不放下身段 还骂男主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男主这下彻底被激怒了 打算强迫女主做点羞羞的事 没想到这个时候郑一南来找男主 恰巧看到了这一幕 郑一南见状连忙阻止男主 结果被男主给捅了一刀 女主看到两人打斗了起来 连忙逃跑 男主这个时候是力气满满 捅了郑一南之后又去追逃跑的女主 两人在追逐的过程中 男主被突然出现的车给撞死了 事情也就到此结束 柳琴提醒 这部电影音效还是挺吓人的 但是国产剧中是不可能真的有鬼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